請讓我免於恐懼這樣子 可是呢 我覺得可能耶穌來不及救我 免於恐懼 真的 妳又不是憲法 就是免於恐懼 因為我還沒有用鬼來抓我啊 而且製作人不希望妳免於恐懼 他希望妳嚇得越來越好 可是我那時候很害怕 就是腳一直抖一直抖 因為我第一次進鬼屋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就在裡面就亂禱告 後來呢 我就回家之後就開始狂生病 然後而且那是有點像就是發高燒這樣 一直高燒不退 然後連續我看了兩家醫院 後面還掉了點地喔 我一整個禮拜都躺在床上都不能動 後來我爸爸就想說 這個可能是卡到陰這樣 然後我爸就拿了艾草還有晉升服 就燒了那個浮水 然後就讓我全身啊 就洗一洗... 然後就洗得很乾淨這樣子 然後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竟然高燒就退了 那是我沒有辦法理解 我覺得阿咪老師很愛去當另一隻 不是 我太熱了 我太熱了 太熱了 太熱了 站一緊急 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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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我要生死了 我以後不要看到你了 因為我敢嚇死了 你瘋了嗎 太熱了 你這樣嚇人不好 你運氣會不好 你不要看他突然從上面掉下來 讓他看到 你突然從上面掉下來 那是我出場的方式 就從上面掉下來 這樣以後 每次錄影都要很緊張 從哪裡出來了 所以還是讓我站在後面好了 好不好 真的喔 比阿咪還壞 好 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 就是我去... 一樣我就開車 因為我聽朋友講的嘛 他講的地質很籠統 就說在某一處山 然後什麼...裡面 那一路上歷經波折 就是有這個感覺上 歷經有趣啊 沒有 歷經波折 我說阿丹現在越來越有梗 那一路上歷經波折 就是說怎麼沒有路了 沒有路了以後奇怪 前面就是竹林嘛 你就下車奇怪 這個路不會有錯啊 你把竹林撥開 又是一條路 開... 那一路上就經過墳墓堆啊 然後... 然後... 然後什麼各式各樣的 還有中間有石頭的啦 要翻開來的 對 這花了很多心血 然後才到 感覺上一處有點像城堡 你朋友到底說了什麼 讓你這麼願意去拜訪這個 沒有 他告訴我說 在那個地方有一個高人 那個高人很準 那個高人能通靈 喔 所以我就去了嘛 所以城堡 一個城堡 但城堡不是我們講歐洲城堡 其實就是感覺上就是一個山頭 它用那個水泥牆圍起來 OK 我一...然後門有點破舊 什麼意思 一推開 一推開一命而來 八隻狗 好可怕喔 我當時大概裝扮類似這樣 只是說是西裝褲的材料 它往前衝 我就往裡面跑嘛 好 你還蠻機靈的耶 對呀... 所以被捕狗就是這樣 好 它衝出來你就衝進去是不是 狗它往前撲 你不能轉身跑 因為你當然會追 而且你屁股面對牠 你無法防備牠嘛 這狗往前衝 你只要跟牠仿摸這樣 往前轉 當然啦 我當時我忽略一點 因為狗也是會轉 對話 對 所以你往前撲 狗就往後轉 還是被捕啊 還是屁股 還是對著牠們 所以等到我見到師父的時候 我的西裝褲喔 已經不見了 真的假的 發著狗就這樣扯啊... 所以是那個老師 不喜歡陌生人是不是 對 而且 因為在那個深山裡面呢 就他Only one 就他一個人嘛 你朋友幹嘛不告訴你這件事 根本就是要整理吧 我後來就 避開了那個惡狗之後呢 終於在裡面一點呢 就看到一個人 一個瘦瘦 哭哭的 然後 哭哭 哭黃的哭啦 一個撈折的身影 背對著我 然後再教花 然後我說 師傅... 好這樣子 師傅 你真的這樣叫喔 對啦 我就師傅 然後他稍微微微的轉頭 大概15度左右 瞄到 但是也不理我繼續教他的花 怎麼那麼像武俠片 他就不跟我講話 一直教他的花 他教完花以後呢 又拿著那個圓敲 然後不曉得那麼挖圖 你是不是搞錯 那是不是氣象觀測戰 那是氣象學者 人力渝對不對 當然不來算啊 其實他長得有點像余將軍 然後我 足足等了一個小時 他才緩緩的走過來 坐下來 一坐下來我就很開心嘛 正準備要開口的時候 他就 我告訴你 那個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去看他的時候 是3月嘛 他告訴我說 7月份會有雪光之災 我都沒有問他喔 然後更何況 他還讓我等了一個小時 對 他就啤啤啤開口了 就把 往後從7月份以後 增成一年的故事 都 等於預知死亡計事的 那種感覺就是 他都知道你是做什麼的嗎 他都知道 而且他不是問我說 你在做哪一行 不是喔 他直接在他的話語裡面 就已經帶到我的職業了 他告訴我說 你現在喔 7月以後 盡量不要跟哪一個主事人合作 他講得很明確 而且也印證了 但我覺得有的算命老師 他們講的話其實 東方心理學嘛 他們其實很會 對啊 就是看你的臉 對 然後重點是呢 譬如說他今天講得很籠統 譬如說 OK 韓智傑啊 你爸媽身體是不是 你爸爸是不是肩膀不太好 對… 是不是哪裡 或是有的老師跟我說 你爸爸是不是 哪裡常痠啊 常怎麼樣 大家都會 對啊 老人年紀大都難免會嘛 脖子是不好 我說好像有一點 他說可能哪個肝哪裡不好 叫你爸不要喝酒 我說 我爸不喝酒的 他說沒有... 他年輕一定有偷喝 結果他會轉 你知道嗎 對啊 譬如說今天說肾不好 我就說沒有 爸肾很好 那應該是 對 就會一直看托 對 那我譬如說現在講你說 我最討厭人家算命是 是講個性的 因為我覺得 個性決定命運 因為你是自己在主宰的嘛 對 你講我個性 關你屁事啊 今天可能說 我覺得阿丹 你錢花太兇了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 你的錢應該都是 往哪一方面 很容易被他奪走啊 或什麼 然後就是會講很... 守不住之類的 對...就一定會永遠是講這些話 然後你要反駁他 他又會再轉回來 我說沒有... 你一定是怎樣怎樣 我最討厭那種 聽了那個八隻狗的老師 你會想去看他嗎 我也想 我也想 我想去 我跟你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因為大家坐在這裡就是有緣啊 對 你怎麼覺得 坐起身體來了 我願意... 我願意租一台九人吧 衝過八隻狗 就帶大家去 真的啦 因為老師未必願意理我們啊 會啦 因為我後來經過 這段時間的相處 跟他也有一段... 所以你後來都有在去找他嗎 然後他每次表現都這麼準確嗎 其實都相當之準確 那狗還有咬你嗎 狗後來我沒變成好朋友 好感人喔 好感人喔 各位 他的狗你們不要開玩笑 那狗不是一般那種狼犬耶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高加鎖 高加鎖犬是以前那個 東七德分裂的時候 在守那個柏林圍牆的 高加鎖是 他一出手呢 就是咬住喉嚨 一咬住之後呢 這個人必死 然後他會把屍體呢 拖...拖...拖回他的頭 你這樣講 你還是沒死算了吧 牠是高加鎖 牠怎麼沒有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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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這邊很深層 牠子耶 但是...但是高加鎖也不是... 也沒那麼神經 也沒那麼神經 那狗都遇到攻擊的時候 哪有狗那麼神經 不明顯霸一天到我再咬 我咬死人了 我前四個人只有 韓季節沒有看過白龍王嗎 我聽都沒有聽過耶 你也是現代人嗎 你沒有聽過白龍王 沒有耶 他真的很好奇啊 什麼時候他再要去找一找 沒聽過的時候也要去找一找 就... 那我還有什麼關係 韓季節很愛算 我很愛算 你現在已經被他們三位激發了 要去見白龍王的情緒 對啊,有機會 有緣分的話 我覺得你看到他本人的時候 你會被他震撼到 真的啊 所以我那時候一靠近他 我會覺得有一股很強的氣膀 壓得很低 但是非常和哀可心 對 小小的一個老人 他會跟你開玩笑 他是中光嗎 他說的語言是 他基本上講潮州話 然後太文當然一定會的啦 可是你硬是跟他講國語的話呢 他也能跟你對上幾句 旁邊有一個翻譯 旁邊有一個翻譯 他的...就是我們叫師兄 那其實他會用很多種語言 跟你解釋一件事情 師兄 對,就是... 很多語言 就是豆陶的意思 對啦,算是啦 反正他今天先跟你用國語講 豆陶應該是幫 有神明附身的這種翻譯才行 白龍王我覺得他算是神明 降那個附身 你說那位老人家本身不是白龍王 是白龍王降在他的身上 白龍王是一個神明 但是就降了他的身上 他那個叫...術語叫做姬身 他的姬身 所以當那個白龍王這個靈 退嫁以後 他也是跟一般的老者一樣 所以但他也... 就是這位老者 如果有一天不想做這件事 他也可以再另外找一個 他也可以去... 對,去貿易公司上班 這倒不用 太真實人生了 所以你也看過... 你也看過白龍王 其實我沒有 因為當初我做了功課 知道說白龍王那邊就是要很早去 然後...而且我朋友他跟我講說 那...就是他有一個朋友 是混黑社會的 他去拜見他好幾次 然後他都不接見他 他就說因為他做太多壞事 那白龍王都會知道說 你是做壞事的人 所以我就不想看你 可是白龍王... 白龍王應該知道 去看他的很多人是演藝圈的嘛 我覺得他... 我後來... 因為我那次去 我帶了... 呃... 蓮靜雯 戴君竹 然後還有另外我兩個...